攒一点人品 毕老爷 攒人品攒色厉害的 还是教主的粉丝们 教重们 经常是傻心 吃肉 运气好 都是这样说 毕老爷的粉丝经常败人品 毕老爷一个 宇宙超级无敌 毁灭星际终结这一切 中枪双枪炮 还有一个mind 也是个奇葩 在那个论坛里面 大家都喜欢提起 人气上走 但这个战队联赛的时候 就已经现在观众少得 非常离谱了 反正是今天毕老爷出场 所有观众这么多 因为第一场的比赛开始了 地图开多舌 DVZ的话 也是这个地图的平衡性方面 就不用去进行考虑了 这张地图的DVZ 好像没有打过 从来没有看到过 包括下面一张地图 那个角度室 也没有打过DVZ 这张如果打过 那张就肯定打过 这两张肯定是连着的 还有两个人是不约同 房子都探测的方向了 那么在 在左边红色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皮卡修大事哥 然后在右边的是海转 红色对于绿色 根据论 首先是两个人 都是没有上下关系的 然后这个红色的地方 肯定有优势 这样的话 根据颜色理论 大事哥就已经是有优势 你干脆我把这个显示器 给斜过来放一下算了 斜过来放一下 就显得 大事哥在上面 哦 哎 你是很有创意啊 因为我站在这个屏幕的右侧啊 哦 因为我是斜着看的 哦 对于你来说 大事哥也在上面 也是在上方 嗯 嗯 这画了一个恐龙吗 刺蛇啊 刺蛇 这刺蛇 连脚都没有 刺蛇有脚吗 当然没有脚了 看这个架是 两个人房子 第一点都没探队 估计是不改12级外双 我觉得可能还是狗持 替矿的可能性比较大 哎 还要先放了狗持 哎 大事哥这边是放二矿啊 一高人敢大呀 如此有胆量 两个人的话 一个是二矿朝上 一个二矿朝下 这样子过来的话 还是绕个S型的 还是挺远的 这个他防守方面 应该还是压力没有险 什么那么大 这地图二矿刀 主矿到二矿的距离 是相当距远 绕一下 嗯 更何况你咬人二矿 没有任何意义 人家狗出来的话 马上很轻易已经能防住 所以说是 如果你要去主矿的话 距离就远的有点离谱了 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 估计这边房子 由于是会侦查到对手开局 海爪会不会是考虑就不到狗了 这边看这个样子还真的是 为了赶紧把这个二本先提了 在科技方面产生一点优势 然后二矿的话 就还是自己来打一个防守战 地图比较远 进攻还是吃亏 以手为攻 只说两只狗先出去 也得牵制一下 也是可以的 这个房子也看到了二矿的时间 现在就看海爪的胆量如何了 敢不敢在家里面 一直的不停的捕农民 这两只狗怎么要 不敢进来 进去看看也是好的 后面捕农民捕带不少 打到现在才只说六只狗 这两个狗想溜 果然 藏了一下 不过被对手发现了 看两只狗能否占到些便宜 看来是 但是狗速不会太早的 这边 这个可以的 可以的 漂亮 这竟然被咬死了一个 大水哥自己放二 这个农民 可惜 这不应该被咬掉 这两个非常好的在这跳 这放走了 哈哈哈哈 但是狗估计是自己在捕农民的 所以说就放你一码 不下面 如果下面按框在捕狗的话 就可以 就把这两只狗截在高地路口了 这双还挺稳 加点母地宝 那肯定得补 对方 一口网并多这么多 但是如果放二气的话 故意后面还是在捕农民 那个 这一波的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不打算真打了 龙塔是慢了很多呀 这个龙塔的速度 不捕防空塔 是肯定没人防的 因为这空间距离实在是很近 这个产品 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 用一波狗来拖过的 就是说不到防空塔 直接自己是提狗素 把这个对手的虫软逼成狗 让他不敢造碎龙 不过这个 哎呦 大舌哥你别丢人了好吗 你看你就被人家咬死一个农民了 你还好意思上来丢人现眼 后来没有再蓄狗的话 可就不好办了 大舌哥就只能补防空 那就比较亏了 蓄狗拼一枪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就这个timing对手在造碎龙 然后大舌哥后面是 两对半的提速狗 直接往里面抢 解冻也是曾经有个类似经历 把人龙塔都给咬掉了 而且当时解冻是12D狗吃的那一方 对手是裸刷的那一方 这边大舌哥明显在流卵 还是想强行的出飞龙来扛这一波 那他这个 现在大舌哥狗的数量啊 海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压力 现在这个港落才抱了一波狗吗 这个不是 这个是龙塔 好了之后再起来的充满 他造的是龙塔里的单位 这边这个飞龙直接去大舌哥家里面是 没有他去追那些狗了 没有侦察好 因为房子已经是撤走了 不知道对手家里面续狗 这个大舌哥是打了一个心理战 当时让他成功了 倒是这几个自杀机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应该是 逛扫了 然后以至于没有伤害 还是说撞掉了呢 我看到刚才是大舌哥 两个自杀都活着好好的 对吧 那就应该是撞走了 这边撞了一个甩了一个 还算可以接受吧 对于大舌哥来说可以接受 这个因为海长 这是来了六个自杀 换了是对手两个自杀 以及是一个飞龙的血 一波反扑 大舌哥狗好像死光了 刚刚那个狗不是活得挺好的吗 被飞龙打掉的吧 四个打的时候可以跑啊 他没有跑吗 而且他有提速是吧 对啊 这悲剧 左上角的有一点 对 但好像不多 可能估计是死了大部分了 这边现在一个双线 大舌哥 二号被迫补了一个地宝 而且家里面还不敢去 这些小狗怎么分开 漂亮 太漂亮了 直接是又咬地宝 又咬农民 大舌哥这波亏大了呀 这个主框 农民被咬特别惨 大舌哥前十分钟都没打好 看来是今天没有面色潮红啊 所以说这个状态不在 但他大舌哥狗无意义的送掉 如果回房的话 在家里面配合这个地宝 这波 小舌哥散步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威胁 这个他莫名其妙的 把狗送到对方家里面 还不如在对方出飞龙 他没抱拨狗A过去呢 这个 现在这应该是管路的最后一波的吧 就看这波的散步怎么样 但是全撞扶杀上了 不过大舌哥狗 虽然还有很多 哦 还有一波自杀后续 不要了没办法 哎可以 等打赢 哎呦大舌哥有点意思啊 这倒是开转 这个该跑的 还特别不要打呢 还有几个 大概有四五只吧 这个就应该一直跑 然后董自杀 哎呦 才出来这个 我们都被自杀个撞掉 这有点意思啊 这打挺好玩的 大舌哥二七开的早 气到采了挺足 没机会的自个儿的摇头 呃 大舌哥主框倒是受住了 哎呀 这虽然没有面色的潮红 大舌哥还是依然保持那种 让人先揍一顿再发力的 一个状态 双变狂是吧 呃 虽然三只打两只 哎呦 还敢补农民 哎呦 您真是 打个高大的 哎呦 这边大家都在嘻 嘻嘻 啊 大舌哥突然翻盘了 哎 对对是好玩啊 这波打成 这个样子 刚刚是 海舌飞龙在大舌哥家里面 耀武扬威 大舌哥根本就没有敢去还手 嗯 结果这个 结果一波狗的吸力以后 双方飞入顺 好像互换了一下而已 也是可能是这个 我没有看到 大舌哥的飞龙 被人家追掉 呃 大舌哥应该是追掉了 海舌一些飞龙 我估计 是因为广路大吸光造的很早 所以因为他的飞龙数量小都很多的 其实对对方的角度啊 对这个农民烧的产 嗯 当时海舌在这个防守的时候 已经撞了大舌哥好几下了 结果无奈必飞龙数量落后太多了 对 他也是把这个钱都用来不自杀了 没有说去多做一些飞龙 不过我觉得他当时这个情况 应该还有很多的存款 如果是再多拖一拖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就是那个管道去做一拖那个龙拼的时候 嗯 你这个看了这样比赛 发现这个例如的空间距离